大家好我是生活氣象 趕快來關心天氣了 我們先從地面天氣圖上面 來看到這個熱帶吸引低氣壓 它目前的結構相對來說 還是比較鬆散一點點 而且是滯留在菲律賓東方海面上 至於未來會不會發展成為颱風 還需要密切的來觀察 那麼至於明天的天氣狀況 我們先從雨區暴圖上面可以看到了 今晚到明天相對來說比較穩定 但是明天午後 您可以看到在山區的部分 雨勢還是會下的比較大一些 這雨包含像是北部的平地 還有在東半部地區 以及接近山區的平地 也都要留意明天午後的雨勢了 好 為您整理氣象小丁寧了 提醒大家還是要特別留意 這個熱帶性低氣壓的發展 至於明天的午後 在山區的部分 雨勢還是比較大 今晚山區一定要小心安全 平地的部分 也是會有降雨的機率 所以建議大家外出的時候 還是要記得攜帶雨去 這雨到了週六 天氣狀況會稍微轉變 到時候偏東風 東半部地區會有降雨 其他地方則是維持午後的雨勢了 那麼以上天氣資訊 提供您做參考 哈囉 我是易景 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 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